大家好,我是Stan 韩国一位网友为了报复楼上邻居的噪音问题 整整得了两年的事情 在韩国网路上引起了热议 一位住在某公寓三楼的A某在网上发文表示 楼上的四楼住户是一对育有三个男孩的夫妻 这对夫妻在过去两年内 对孩子们在屋内崩跳的行为不加以管束 导致他长期饱受楼层间噪音的折磨 A某曾向楼上的四楼住户投诉过噪音问题 但对方不仅没有道歉 反而摆出一副理直气壮的态度 并说道 楼上邻居的哄言无耻 不要脸 脸皮厚到家的对应 让长期受到噪音困扰的A某决定复仇 并从一年前起 他就开始关注四楼楼上 也就是五楼的房源 两年后 四楼噪音夫妻的楼上房屋 也就是五楼的房屋 终于挂牌出售 A某立刻签下了沟房合约 他表示 在过去两年自己每周有三到四天是在家远端工作 但因为楼上的噪音问题 让他感到身心疲惫 非常痛苦 因此他特地拜托了房屋中介的阿姨 一旦五楼有房屋出售时 就马上通知自己 结果房源一出现 房中立刻联络了A某 为了表达感谢 A某还特地送了一个水果来给房中 贴完最后 A某请大家推荐 适合在家进行的运动 并幽默地表示 为了复仇 他这两年努力让自己变胖了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这种程度的复仇 真的算是有诚意了 虽然每个人曾经都想过 但真正去实现的人真的很厉害 接到五楼房子要卖出去的电话时 心里该有多激动啊 这得有多痛苦才这样呢 我都想要支持他的复仇了 真的 没经历过的人真的无法理解 他们没有一点愧疚之心 反倒是那副红脸皮的态度更让人气愤 一般人可能会愤怒冲昏头 拿着刀直接冲上去 两成大祸 但这位真是少见的智慧之人呢 真是大快人心 对于这种厚颜无耻的人 复仇才是最好的解药啊 所以如果大家的楼上邻居是这种 厚颜无耻 不要脸 脸皮厚到家的人的话 大家会怎么处理呢 我的话 hinter国,我 oczywiście能够成这个 Module 今 году我教你'll 我是我 我能 stellen 他 AISOMATIVE AISOMATIVE